坐在駕駛艙内 手握操作感 但仔细一看 眼前这位不是机长 而是负责机舱清洁的 地勤攻读生 看在专家眼里 让人不惊 捏了把冷汗 仔细看照片里 当时驾驶舱 包含飞机导航系统 已经打开 更像飞空仪表灯号 也都亮起 包含截流阀 起落架 操纵杆都可以进行操作 专家说飞机停在机坪上 通常已经通电 一旦不小心误触开关 就怕启动发电机而酿货 如果推动一旁的油门杆 恐怕还会让飞机 整架撞进航下 但是如果说你推很大 很大的马力情况下 飞机会往前冲 那一般飞机来讲的话 它都停到空桥里面 它可能怎么 直接就撞到所谓的空桥 那就会造成 不但它自己的损伤 这架飞机的损伤 甚至有些在后机的人员 地勤清洁人员 都是像这样 从空桥旁的扶梯 进入机舱 根据了解 这架飞机是外籍航空公司的 波音777客机 属于过夜班机 因为停放时间较长 才会在领班没注意下 让诚信公读生 有机会进入机舱拍照 他这种自拍行为 在本公司的SOP 规定是不许可 那本公司将会 予以严厉的处分 不过这名公读生 拍下照片后 贴上自己脸书 还说谢谢Tony叔叔 让我飞机驾驶舱出体验 难道证明Tony叔叔 是外籍机师吗 当时同意他 坐上驾驶座吗 事发后当事人 陈姓公读生 请假淘情公司 也已经召开人评会 要针对这起事件 展开调查 记得刘事长林伟 吴登理 台北桃园 这种报道